和平使命赴2021中方参演部队全部凯旋 本报满洲里10月8日点 众崇岭 战地记者队记者梅士雄报道 随着最后一颗铁路输送梯队 8日驶入满洲里国门 参加和平使命赴2021上河组织 联合反恐军事演习的中方参演部队 全部返回国内规见 标志着中方参演部队跨境兵力回撤安全顺利结束 在兵力回撤中 中方参演部队通过空中 铁路等多种输送方式相结合 区分多个梯队陆续撤回国内 归国后 中方参演部队将围绕筹划决策 跨境投送 联合行动 综合保障等各个方面深入查找不足 任任梳理经验 届时提升联合作战指挥和实战能力 为提高部队境外独立遂行任务能力提供思路方法 此次演习是上河组织框架内的例行性演习 于9月11日至25日 在俄罗斯奥伦堡州东古兹拔场举行 中国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印度 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上河组织成员国参演